碧斯省府近日將就毒品非刑事化試驗計劃 向聯邦衛生部提出修改 以禁止在醫院、餐館及公園等公共場所使用毒品 到底這次措施是否新民主黨省府信英民意的一次舉動呢? 而經過修改的毒品政策 又可不可以在保障公眾安全及挽救生命之間取得平衡? 歡迎觀眾上網表達意見 時事平台星期日8時35分 新時代電視一台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這一次就有了